入口酥辣 糯香 酥辣型的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蒸五花肉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吃健康 来 看看 下五花 不用血尖 这一次性筷子啊 烤一下 这个不打嘴钞 直接我们就下锅煮就行了 肉少 把肉下锅 汤水没过煮料两公分就行 大料三朵 花椒三十粒 去下灰尘 放到锅里 姜 葱叶 放到锅里 开锅先加盐 咸点的啊 老抽 颜色让它重点 然后呢你酱油就可以少放点啊 淋添加的酱油 生抽 生抽 增加的咸 可以 可以 少加上一点糖 增鲜 这个汤啊炒菜啥都可以用 你再看一下这火 嗯 非常小啊 这样的火 这样的火 开锅多长时间 一小时 只十分钟 这样呢 除了这个肉 颜色也上来了 好 酱香口也入进去一部分 啊 然后咱们再蒸 朋友们看啊 现在是一小时二十五分钟 看看啊 很速的一插进去 往起提 你看一下啊 这肉往起 往起带啊 这样能带起来 这个就说明了呢 还不可以呢 再加上这些水 再加上 二十分钟 是半小时啊 才能好 一会儿见 看一下 一小时四十分钟啊 看看 咋进去 往起提 提不起来 哎 这就行了 嘎嘎漂亮 看一下啊 放到这儿 凉一凉 一会儿切 现在 开始切 长 十二公分 厚 半公分 最后这两片 厚一点也没问题啊 这个肉要求呢 大口吃肉不腻 啊 这个二次蒸 关键就是让它 往外排配油 看见 勺啊 原汤 放上三十个汤 二十五克的酱油 看好 这个盐啊 这么往上撒一点 好了 就这些就行啊 不要割多 这盐好了 姜末 葱花 葱花 蒜末 好了 这回蒸吧 就是一句话啊 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 看一下 时间到了啊 蒸了二十分钟 为啥没蒸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它这个排油的效果不是很好啊 还是二十分钟 不说你这个肉 软烂到什么程度 排油的时间一定要到 一是排油 二是入味啊 好 来吧 看一看 放在这个盘里 看一下 看见吗 这个颜色啊 有个对比 酥烂型的 单用快乐一家 不散开 为标准啊 入口酥烂 糯香 酥烂的酱香味 今天呢 家常版的蒸肉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